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現在幾支路 一個講真正局史 別電玩還Bug的讓個男人 今天想來講講打而不登 瘋而不死 如何死灰復燃 每次當有新朋友知道我的頻道在搞有關地緣政治的咚咚 大家最長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問 啊!你覺得兩岸會不會開打? 心想說要有衝突也覺得並非大家想看的 有一派的說法是 解放軍在真正的兵戎相見之前 會先以經濟制裁或圍堵封鎖的政策 慢慢下入你 唉呦 比較有情趣 從2022年裴阿姨來台後和今年的聯合利劍的那次演習 都有感覺想走這個劇本 單純傷眼格21世紀版的《諾曼蒂登陸戰》 雖然聽起來有復合黨的作風 但還真的不敢跟你打包票會打勝仗 如今單純讓你出入困難 一方面難向倒楣施壓 另一手也可以順勢測試了 國際的紅線在哪 怎麼樣聽起來都是比較合乎清理 和省成本的效果 但是詳細而會如何發展 這時候又要拿出華盛頓智庫CSIS大大的社區分析 他們依照中國軍事著作 兵棋推演 和私下詢問專家學者 來瞭解中國實施封鎖的潛在動機 和實行起來會長怎樣 首先提到動機 我覺得這超級好解釋 除非板塊再度給我動起來 我們就出塔塔的一個島 前言提到封鎖的目的 就是吃台灣作為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嶼 而且智庫說明 我們比其他大型經濟體更依賴進出口貿易 2022年霍平這樣 我進來了 我又出去了 的進出口貿易盒 就佔我們GDP的61%和69% 同時間中國營養的項目 進佔15%和20% 我們又有97%的人員仰賴進口 有七成的食品也需要從港口輸入 據報導台灣用愛 啊不是啊不 啊用煤炭 天然氣發電的儲量只夠用2個月 原油&吃貨儲量 可以拚比較久一點 但雙雙也不足6個月 智庫提到更恐怖的是 中國只需封鎖我們上述的原物料 5成的進口量就會有顯著的效果 煤電可用 我覺得這是不分黨派 每個台灣人民都該擔心的問題 欸 那你會問 會有哪些人參加這場封鎖活動呢 比登陸戰來的簡單嗎 智庫推估解放軍各部門 幾乎要侵權潮之力 包含潛艦海軍船艦 火箭軍空軍 暗制防空以及各種支援兵力 要支援輸贏 所以解放軍也不會單獨行動 他們的海上執法力量 中國海警也會出航 會在軍方建立三大主導地位 包含自軍封鎖治海和滯空後 出來箭尾刀 那就是負責的攔截不合法的船隻嘛 這是向國際社會呈現 我們是在國內執法的關鍵要素 甚至會動用到海上民兵單位 他們是一群有武裝 以及組織性的成員網路 搭載著漁船或民用船子 來執行任務 並不會直接參與武裝行動 但可以填補中方情報針尖的空缺 智庫提到會藉由他們 在某些地區的集結 意圖使台灣的領海意識更為複雜化 民兵也可以向執行封鎖的軍警單位來投送物資和人員調度等等 這樣停下來其實幫你家毒死可能比去直接闖空門還累 所以大家如果還記得之前介紹過的台海衝突的各種可能性 其實國內外學者皆認為封鎖出現的機率比直接衝突高 但也就高那麼一點 接下來要來講報告的重頭戲 為現在到底要演哪一齣 提供由三個劇本 第一個場景為全場懂能封鎖 這版本最貼近解放軍的叫犯 也是眾多美國分析眼裡 假定中方要迫使台灣投降為統一進行談判 或最終為成功的入侵戰搭棚 他們最有可能丟出的一場牌 前沿根據2005年頒布的《反分裂國家法》 被經稱台灣鬼島做出了通往台獨的不可逆道路 於是將派出解放軍和執法單位在台海周圍執行為期七天的實彈演習 會在公開消息後48小時後開演 地點和之前實際發生的版本很像 會劃設特定的五個海空封鎖區域 但不同的是 PLA這次丟出了史無前例多的空軍戰機水面艦來宣誓主權 這些都還是明顯可見的 但水下潛艦也默默在幹活 他們要負責在台灣六處包含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和花蓮宜蘭的港口 放好放滿水壘 智庫點出滿重要的事 這些水壘是由時間設定來開啟的 所以在前期會是待機狀態 有點偏向拿著槍劫持你的太陽雪 但不一定會扣下板機的概念 權定這些點觀光也和上述的原物料進口有關 像高雄那邊的永安液化天然氣接受站的斜幹港 是島內最大的LNG 啊...No 不是那個LNG 是液化天然氣 欸...樞紐 在演習的第三天 中俄好兄弟會在東海和日本海一起進行聯合空中警訓 中方外交部會出來說 這是例行演練 但放給媒體的消息呢 這其實是要防止日本干預所做出的一步 因為國際社會上一定會 看你的好捧捧是在關鍵時刻落跑 還是勾肩搭背啊 宴席日進入Day5 中方宣布會在未來48小時內 為了懲戒台獨分子將實施特定法令 原先畫是好的五處紅區 會由一個較大的海空限制區給取代 本島全縣域和台灣海峽皆會在此籠袖範圍內 北京當局警告所有未經授權的船隻或飛機 進入這區域將會收到警告 不離開者則會開火距離 但所有對岸港口和中國籍船隻則會照常運行 蠻有意思的是這樣做已經是封鎖台海了 在軍事上中共能否做到這一點還是可疑的話題 但我近期發現法律戰也是他們非常拿俏的一點 已經學會了西方人的做事方法 反正一切符合法律條文來堵住外界的質疑聲浪 總之在宣布這項我們的ADIZ之後 解放軍的火箭軍 空軍和海軍會聯合有眼轉攻 這也是台灣對灰色地帶作戰最擔心的一點 他們會向台灣數百個關鍵目標發動攻勢 包含海空軍基地 暗防 防空火炮單位 以及軍方的通訊指管設施 接著是打民用的港口 機場和運輸系統 也會拿能源進口戰 除油槽 電網系統開刀 以增加自給自足的困難度 這些東西沒有 我都還可以忍 但沒有WIFI就不行 海底電纜遭動刀 衛星連結 也會被彈開魂節 重點是還有基礎設施的大量網路海客攻擊 這點他們的網軍只有在陪阿姨來台時 刻意向大眾展示他們的手藝 雖然表面上蚊子殺傷力極低 但侮辱星極強 但也在暗示說隔天換國道看板 台鐵耗製 電視台的訊號 這些非實體性的攻擊目的 是再進一步封鎖我們跟國際社會的聯繫 一切混亂之際 解放軍海軍的精進水面作戰之隊會出閘 總計加起來大約是30艘戰艦 為避免遭暗機反艦飛彈攻擊 因此皆保持距台灣約70海里外 山東航母打擊群會待在東南方一角 讓殲-15戰機能有部署到我們東海安置能力 主要目的是為了嚇阻美國和台灣試圖想突破封鎖的 F5級船艦 比較靠近本島的 剛剛限制區以內 中共會丟出超過20幾隻的海警船和民兵組織 背後靠山是靠大陸沿岸的反艦防空單位來增加封鎖力度 如果真的遇到我情勢升溫 外圍的解放軍海軍才會向內馳援 記住 畢竟只是封鎖 並不像之前討論的登陸戰 所以才改派政治敏感度和武裝皆較弱的單位在前鋒 真正的經營單位反倒是要去阻擋任何西方聯盟的干預 怎麼感覺和之前流傳說 會快體會較低的冰原 先去沙灘承受第一波的道理相同 整場事件 一個禮拜後 時間一到了 北京當局會由攻轉彈劾 算是連累開啟暖心模式 中方會給出 現在我們來安置非戰鬥人員的喘息時刻 我滿懷疑是都走到這一步了 還要建立什麼人道佛心走廊 智庫說官方會提出派船或飛機 來接走台灣市民到大陸避難的好康 如果這份好意沒有心靈 會加碼攻擊國軍正在進行的修補等等 基本上北京當局定調這場封鎖是要為期數個月 當然這也會消耗本身警方軍的資源 畢竟他們上次要制定和完成那麼大規模的作戰計劃 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所以為了確保劇本能順利往他們想要的結局 這中間也要努力煽動好島內挺北京的勢力 讓大眾放棄自己的政府在水生活樂之下更容易談判 甚至不排除北京當局會找好一個傀儡政權 繞過台北本尊 自清境真的是一步都不容許有差錯 才會一幕幕順利演下去 雖然學者們認定這是共產黨如果要下手的最有可能版本 但其實過程中也不一定完全照本宣科 可以調落諸多元素來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 我自己也覺得如果確實進行了活力打擊 特別是還打電網等非軍師的基礎設施 那應該很難真正能換取血濃與水的明星 像窩戰場前期就有點這個味道 普京可能是為了方便接收情報輕敵或本身飛彈庫存的問題 也沒有對烏克蘭的西部鐵路基礎電路往斯里打 所以如果擔心前面版本重量上不去 智庫還有下一階 即是布雷封鎖 一樣以演習的明目劃定好港口的封鎖區域 中方改設幾枚彈道飛彈飛越台灣上空 對 從剛剛去炸本島到去炸魚的96年台海危機版本 只是落點會異常的近 警告意味絕對會比前面幾次演習濃厚 前見這一時會到這些指令地點去布雷 五天的時間限度一到 和上面一樣頒布特殊法令 會在台灣上空及海面劃定禁區 只是沒有像第一版我們ADIZ一樣那麼大 從圖片可以看到 只薄薄的圍繞著台灣 還給黑水溝一條山路 雖然沒有屍體活力打擊本島 但無形的網路攻擊一上線 解放軍的SAG們一樣會在島外秀肌肉 然後進暗次會交給執法和民兵單位 滿有趣的是因為此封鎖戲碼較為鬆散 所以會看到不同的衝突戲碼 像遇到想突破封鎖的商船 解放軍層級的船艦也不會玩硬的 相較於第一版的直接開槍 他們現在則會用水砲或衝撞來應除 為了建立起禁航區 一隻解放軍戰機會在台灣周圍巡邏 但因為沒有事先攻擊本島 所以台灣防空實力還在 所以共軍可能在這方面會改用無人載台 中方武裝力量上到下接被告知說 自己不能當第一級 除非對方先交戰 這種不全力應付的案例 有好也有壞 透過將台灣海峽預留空間 這樣對國際貿易和自己的經濟 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互發動聯合打擊 並維持較嚴格的交戰守則 北京當局希望能避免衝突升溫 降低美國及其他國家干預的風險 但同時這樣你缺點的是 不能速速斷台灣能源深入 也給了國軍一線生計 最後第三個劇本 有限度的封鎖 就是在更降機的挑戰難度 與第二種場景幾乎雷同 只是我連水雷都不放了 原本這些水俠地雷的用意 是以較被動的方式來防止台灣本島被運捕 但現在可能就要依賴共軍指揮官如何現場反應來接招了 好處是可不用跑到台灣海峽前海區去放雷 省一樁麻煩事 而且放那些洞洞也不能輕易撿回或拆解 這代表說這命令如一下打 就沒有回頭路的迂迴於地 地雷和活力打擊等要素接納掉 儘管能向國際社會表現出可制 但也大大增加台灣反擊的力道 或美方干預後不可逆的風險 智庫幫我們下的結論是 在這三種情況中 第一個全面動能封鎖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然後中國也可能奪取金門 馬祖或東沙群島 即使不會使台北投降 但也可以二大內宣說為北京帶來勝利 看下來我覺得儘管中共幾乎有所有籌碼 但他們要走那一動才能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風險畫到最小 有時候覺得單純手勢的台灣 我們的處境比較好去掌握 我們時常把共軍會不會打台灣 作為一個簡單的二分法問題 也是啦 放在影片標題裡面 有多震撼 多吸睛 但每次都會心想說 如果我是阿習 為何不選一個看似VP級較高的版本 鑒於目前的軍事實力 北京內部的一些人認為 雖然短期內封鎖比入侵更可行 但角色者仍意識到這是個風險極高的選項 意思是目前沒有百分百問贏 可以包準拿到的勝利 大家還如何看這套封鎖劇本 真的會比《洛漫第2.0》有機會發生嗎 包頭歡樂時刻 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四到五天一定會上新片 最多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因為觸碰敏感的政治議題 現在網路和電視台一打開 都是充滿著各種地場顏色的神仙亂鬥 感謝有被應該是旅外的對岸觀眾認證 我也不受Youtube廣告商青爛 收益岌岌可為對小頻道盡一份信力 你也可以選擇加入頻道會員 或看看已經說到爛的P站平台 成為我真正的抖M站士 懂嗎 因為你們抖起來 然後我叫Matt 然後你們等抖等 好我解釋太多了 基本上 價錢都是一個人一個月 一杯咖啡的Lunay 讓我們離台灣最低基本信息 只會再更近一點 差滿多的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前禮拜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等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我想要真正的 我想要真正的 你不可以解釋太多了